告诉你啊 以后土豆买回来不要总是炒着吃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凉拌土豆丝 酸辣脆爽 越吃越想吃 而且做法也没有那么难 切土豆丝 你只要注意一个细节 不需要切得很细 只要粗细均匀就可以了 切好后 记得要用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水开 加少许盐 和一勺白醋 倒入土豆丝 这才是脆爽的关键 烫个20秒即可捞出 再用凉白开过凉 每天分享一道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今天还是想让您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然后加蒜末 葱段 花椒粒 干辣椒 热油即发出香味 调味加盐鸡精 一勺生抽 少许陈醋 再放几粒花生米 和香菜叶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酸辣脆爽 好吃又下饭 喜欢你也动手做起来吧